那么在得到这个部落的支持以后呢 他对大家约发三章 大家推举他做汉 他说如果我们要做汉 你们就要听我的指挥 我们大家都不能背叛自己的事业 中间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当我们和强敌一起作战的时候 所有的部落家族都要出兵驻战 我们才壮大 一声号令之下 每一个贵族都要带着自己的部兵来 草原人放布是一盘散沙的 战斗的时候一声号令都要集合起来 另外在战争胜利之后 为了防止内共得到的战利品 要统一分配 因为在战争中间出力最多 自己牺牲最大的部落 不一定得到最多的战利品 那么有些部落可能讨个巧 最后会得到很多的战利品 这样就不公平 那么这是成吉思汗 为了团结这个蒙古人立下的这个规矩 但是呢 蒙古部中间有一些成吉思汗的进京 比方他的叔叔 他的伯伯 说当时曾经宣誓 我们支持你做可汗 我们也这样做到 那么结果在战争中间 有一次 在对塔塔尔人作战的时候 没有出兵出战 还有一次是出兵出战略以后 得到了战利品 自己独吞了 成吉思汗对他们进行了承戒 当年他们承戒以后 背叛成吉思汗跑掉 但是呢成吉思汗的威望 就树立起来 威望树立起来 毕竟只能说 就是成吉思汗在自己的部落中间 是一个人物了 但是他怎么样在草原上 大家都知道他 成为一个人物 那就是需要类似的契机 这个契机就到了 什么契机呢 就是1202年 草原上成吉思汗的仇敌 塔塔尔人 就是毒死他父亲的那只 他父亲曾经打败了塔塔尔人 俘获了他们的首领 成吉思汗的名字也得知于 他打那个仇敌的名字 这只人呢 因为进攻京朝 塔塔尔人住在乎隆辈 跟女侦人的起源地很近 因为这个得罪了京朝 那么京朝呢 派丞相完颜乡 襄阳的乡 完颜乡 去率军队 进攻塔塔尔人 那么京朝也很聪明的 他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除了从京朝内地 调集军队进攻以外 他向草原民族 部落进行征放 因为当时草原上的 这些游牧民族 都是 这个辽京王朝的蜀部 这是成吉思汗的祖先 比方说 他的大概七世祖八世祖 叫做土敦免年 是辽朝的 监里克部的官员 其他的 他的父亲都有辽朝的封号 有京朝的封号的 所以他们是辽京的蜀部 当辽京有战争 他们都要出兵驻战 现在京 要对 塔塔尔人用兵了 像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就出兵了 那么成吉思汗的 这个义父王汗 他的力量最大 他也出兵了 他们联合在一起 像塔塔尔人 塔塔尔人被 京朝的军队 被王安祥军队打扮了 退到了一个河边 立足慰稳 这时候 铁木针和克里王汗的军队 又从后方冲过来 把塔塔尔人打得落花流血 立了大功 这个时候呢 这个战后 新朝对 这个参加战争的各部 首领要论功行赏 那么王汗 军队最多 出力最多 就被封为王 王的封号 所以 克列部的首领 原来是汗 叫王汗的称号 而这个 承吉斯汗呢 被封为 扎呼特 呼吏 扎呼特 就是部族军 呼吏 就是 首领 就是部族军的首领 他得的封号 要低于王汗 在战争中 他自己的作用不是最大的 但是他呢 被草原各部知道 也被经朝知道 那么 他曾经 还到过 内蒙 从越过沙漠 进去到 今天内蒙古到山西 他见过 经朝的少卫王 少兴的少 卫兵的卫兵 少卫王 当时是负责接待 游牧各个部落的朝廷 少卫王 后来做过 做了经朝的皇帝 那么他也见过 所以他跟辽津王朝的 接触很密切 他也知道辽津王朝的经过 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成吉思汉 在一个 破落 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中间 由于他自己的努力 他力量那么重大 他变成蒙古部中间 举足轻重的一个英雄 他也逐渐为草原各部 甚至为女生人 而知道 那么这样呢 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 慢慢慢慢发展过程中 起来以后呢 他就和草原的其他的将军 就发生矛盾 原来他是处于 他跟王汉之间结盟 王汉是他的义父 力量更强的 他是作为克列部的一个鼠部 虽然控制了蒙古部 原来是一小部分 后来控制了蒙古部大部分 但是他还不是整个草原上 头等的英雄 蒙古部也不是最强大的 但是呢 随着力量 他羽翼逐渐丰满了 所以呢 他自己就向王汉 提出来 他是为了我们两家 事败友好 我不互相结为亲家 就是你王汉 能不能把你的一个女儿 嫁给我的长子住持 长子就是他的 波尔铁夫人 在被密尔启云 服务以后 回来生了一个孩子 长大了 但是克列部 王汉 家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陈铁斯汉 铁木珍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鼠部 我们的女儿 怎么能嫁给他们呢 不行 舅舅舅 不允论这件事情 同时呢 这个王汉的儿子 桑坤 看到了铁木珍 一天一天壮大 羽翼逐渐丰满 就认为 这个应该逐渐 想办法 把铁木珍消灭了 要防患于未然 而这个时候铁木珍呢 在蒙古高原的地部 东部已经 相当的稳固 蒙古高原的东部 对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呼伦贝尔草原地区 也就是塔塔尔控制这个地区 是水草最为肥美的 风吹草低渐牛羊 所以说草肥美 草越肥美 这个地方 草原的再处能力越强 就是同样大小的草原 能够放更多的牲口 牲口越多 马越多 那就并强马壮 如果草原不好 比较干旱 草长得很小 那么养活一头 牲口要更大面积的草原 那么这 这样对游牧民族是不利的 所以蒙古高原东部 对于 这个 游牧民族是非常重要的 谁控制了蒙古高原的东部 呼伦贝尔地区 谁就得到了一个大后方 那么成吉思汉 就 首先 动物 消灭了塔塔尔布 塔塔尔布 曾经被他的父亲 耶稣盖打破 打败过 又是他们家的仇敌 成吉思汉又跟着经朝 帮助经朝 和王汉一起 打败了他 最后 塔塔尔布的剩余的力量 被成吉思汉 消灭了 这样呢 蒙古人 成吉思汉 获得了一个 极其 肥沃的草原 塔塔尔人的 这个土地 都规病了蒙古人 这个 成吉思汉的燕青家族 红吉拉特部 也规病了 成吉思汉 成吉思汉的敌对部落 米尔启人 今天在阿嫦河流域 也被打败了 这样呢 在蒙古高原的 东部 成吉思汉可以说 基本上没有对手 他已经可以说 控制了蒙古高原的 半壁江山 很强大 他的影响也很大 在草原上是 可以说是 即使不是人人皆知 也是知名度 很高的英雄 这个时候呢 他在科列部里 也赢得了名声 科列部人知道 这个人很厉害 很英勇 很善善 很能团结人 当科列部的贵族 王汉和他的家族 在讨论 怎么样消灭成吉思汉 他们确定 要对成吉思汉 发动一次袭击 那么王汉的 科列部的奴隶中间 有两个人 就偷偷地跑出来 报告成吉思汉 你看连科列部的人 都知道成吉思汉 可以说你要预作准备 科列部的人马上来 不但不允论 你的婚姻的情节 而且要先向周围 消灭你 那么这个时候 成吉思汉 手边的能够 征集起来的军队 有多少呢 只有两千六百人 蒙古人啊 不像定居民族 没有常备军的 平常不打仗 所有的男子 带着自己的家庭 都在草原上放牧 所以他究竟能够 征集起来的 只有两千六百人 那么科列部呢 因为经过动员 大量的军队就过来 经过过来的时候呢 那么但是因为成吉思汉 育有准备 所以就退却了 退却以后被打散了 到了一个蒙古高原的 中部的一个小河 叫做班珠尼 海子 一个水面比较宽的 一个湖部 一个孩子的地方的时候呢 只剩下几十个人 跟在他身边 科列部的军队打过来 把他们打散了 成吉思汉 就是说 将来 那就像陈胜一样的 这个烟雀安置 洪湖之志 将来我要是成就了大业 我一定不忘记成这些人 当时又渴又累 那个班珠尼的河水 可能因为下过去 河水是浑的 大家就喝了那个浑水 然后回去分头 征集自己的部落 找自己的部落 找自己的部落 重新动员军队 因为他控制了东部 很大的一片面积 蒙古高原 而科列人呢 因为战胜 而没有戒指 觉得成吉思汉打垮了 不行了 那么成吉思汉 在1204年 1204年 对科列部队往海 发动的突然袭击 因为他的 基本的力量 并没有损失 科列部跟蒙古部一样 是没有装备军队 所以游牧民族的国 齐心也护 齐王也肃 很快就被成吉思汉 军队扫除了 王汉带了几个 随从逃跑 他的儿子也逃跑 他的儿子逃到西下去 当时密谋 进攻成吉思汉 他的逃到西下去 叫名字叫桑坤 桑业的桑 坤就是坤仲兄弟的 坤取的那个坤 那么王汉呢 向西逃 逃到了 奶蛮人的地界 到达今天 寒爱山的地区 被这个 奶蛮的边上 边防的大将抓住以后 杀了很悲惨的死 这样这个草原上 不可一世的英雄 成吉思汉的义父 克列布 就被成吉思汉消灭了 这个时候 成吉思汉的控制土地 从蒙古高原中部 一直到蒙古高原的东部 全都归了 成吉思汉 他一下子 变成了蒙古高原 力量最强大的 武装势力的集团 很多的部落都控制着 他的手下 这个时候没有控制他手下 最强的就是 杀王汉的 那个乃曼部 他的核心根据地 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地区 阿尔泰山今天 在蒙古 中国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四国交界 是一个很大的山 乃曼部居住在那个地方 那么乃曼人呢 在这种时候 乃曼人是不团结的 乃曼的汉 这个家族分成两只 一只 居住到阿尔泰山以北 叫塔阳汉 另外一只居住到阿尔泰山以南 叫波鲁汉 是弟兄两个 互相还 闹分裂 闹部团结 那么这时候乃曼人 看到成吉思汉 兴起了 也要先下手为家 就密谋 成的成吉思汉 还没有发动进攻的时候 准备先 对成吉思汉进攻 那么乃曼人呢 也要寻找同盟者 他们寻找的是什么人呢 他们寻找的是戈壁 沙漠以南 今天内蒙古 居住在今天内蒙古和河浩特 丰州这个地区的 一个重要的部落 叫汪古部 那么这个部落呢 是一直替金朝守边的 预防游牧民族的一个部落 因为他们 你们从戈壁以南 向蒙古进攻 我们从奥尔泰山 杭爱山地区 向蒙古人进攻 向蒙古人 一举大垮 那么这个时候 居住在戈壁以南 今天内蒙地区的汪古部 已经知道 成吉思汉的兴起 是不可避免的 他就秘密地 向成吉思汉 递送消息 说奶蛮要来进攻 那么奶蛮人呢 对成吉思汉的进攻 有一个孤寂的时间 就是每年到了冬季 因为草原上 草都被大雪覆盖 枯萎了 马呢 没有足够的鲜溜 在这个时候 马逼深刻 标情不好 一般游牧民族 不用这个时间 不用这个时间进攻 一般进攻 是到 秋高月黑夜 秋天 草场的最肥的马 经过 牲口经过一个春天 一个夏天的 标情最好的时候 这个长途 因为草原上动作 都是上千公里 就进攻最好的 所以奶蛮人的预计 成吉思汉 即使要对我们进攻 他也不会选择在东京 这就是不会进攻的 奶蛮人说 我们就已经准备 我们要利用成吉思汉 标情不好 我们要准备打过他 他没有想到 成吉思汉 这个时候会来进攻 但是成吉思汉 恰巧就利用这个时候 经过讨论 他们也知道了 奶蛮人 对他们的估计 因为有汪国人 向他们进行通报 他们就利用敌人 所以认为 最不可能发生进攻的事 不顾自己的马屁 非常疲弱 我们困难 敌人也困难 敌人的马屁 标情也不好 但是我们有突然进攻 因为我们知道的敌人 正在进行准备 都经过 没有防守的准备 所以他一举 把太阳汉给消灭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 投奔太阳汉的 各种各样的人很多 他是唯一在草原上 能够跟成吉思汉 对垒的 这个集团了 所以当年 抢过他夫人的 米尔吉贵族 也逃到了 太阳汉那里 这个 曾经协助他 救他的夫人的扎姆哈 他小时候的朋友 在十三亿之战 打败以后 也逃到了 太阳汉那个地方 太阳汉的军队 也是各个部落构成的 但是因为战争的突然进 他们被打败 打败之后呢 这个 陈吉思汉这个小伙伴 小时候的伙伴 扎姆哈就被抓住 被杀了 这个 陈吉思汉的仇人 米尔起步 抢过他 夫人的这个人呢 就向西逃 一直逃到 富尔加和流域去 所以这就是 后来陈吉思汉 西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技巧 一定要把仇人找到 逃到富尔加和流域去 塔阳汉的 儿子 到哪去了呢 投奔 到了西聊 西聊 就是聊潮被打败了以后 在中亚建立的一个王朝 都被到那里去了 那么整个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的北部 就被陈吉思汉控制 陈吉思汉很快 又向阿尔泰山 以南 进攻 到阿尔齐斯河 就是塔阳汉的弟弟 南南部 处于分裂的另外一部 都被控制 这样呢 陈吉思汉 又控制了 东起 以大兴安宁 西到 这个阿尔泰山 北面 到贝加尔湖 南面 到戈壁以南 到津天内门 整个草原地区 所有住在 沾帐里的人 就游牧民族 都处于陈吉思汉的 控制之下 时间呢 是1206年 陈吉思汉在这个时候呢 就建立了一个国家 叫蒙古国 陈吉思汉 成了所有游牧民族 大漠南北 的共主 在这个时候 我们讲的 陈吉思汉建国 所以呢 我们研究原始的学者 把1206年 作为元太祖 登基的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